大家好 她身穿西装 勇儿身穿Rotus 橘色上衣 搭配白色长裙 脚小毛毛鞋 另一张 是她身穿黑衬衫白长裤 勇儿穿着Cenery 粉色洋装 两张照片 两人都摆出一样的姿势 默契百分白 另一拥则接棒晒出 众人一起前往度假的泳池照 其中一张 她身穿Sophia紫色泳衣 坐在鸭鸭游泳圈上的美照 被捕捉到在戏剧之外 其实私下是撑着一大把 杨散嘟着嘴的真实一面 可爱度更是爆表 不过最狂还是Netflix官方 直接晒出最后一集中 两人共骨床单的高甜 瞬间高清照 只见俊浩裸着上半身 用儿子穿着细肩带白色小可爱 共骨着一条床单在窗前 虽然是剧中的片段在释出 但依旧惹得粉丝狂赞 这对真的好配呀 坐等两人官宣 拜托在一起吧 对于李俊浩大家熟悉吗 李俊浩在韩国白祥艺术大赏上 获得了师弟称号 在候选人里 前有大爆剧游游戏的男主李正仔 后有人气男神丁海盈 然而师弟却被首次获得提名的新面孔 李俊浩收入囊中 大多数中国网友对李俊浩这个名字 可能都不太熟悉 更别提他的作品 那么这位90后演员的实力 究竟几何呢 让李俊浩掌握双量师弟 最优秀男子演技上 和男子人气上的韩剧 《衣袖红相边》 于2021年11月播出 这部剧是NBC电视台近三年来 首部收视率颇10%的剧 大戒剧更是以17.4%的收视率 完美受惯 能获得如此高的收视率 李俊浩可谓是功不可没 正如白响评委所说 李俊浩有吸引观众将主流题材电视剧 看到最后的能力 剧情讲述的是 一切以国家优先的圣君 与他深爱着的宫女之间的故事 李俊浩实验的便是这位剧里的君主李蒜 他的父亲是早死的私道世子 母亲活得小心翼翼 祖父对李蒜寄予厚望 却又对他诸多猜忌 身为王位继承人 自少年时期就被卷入各房的势力斗争 与恋人之间的身份地位又悬殊 这就注定了李蒜的人生 充满了失落 所以枯戏对李俊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但无论是被冤枉进出剧院 被祖父责怪打骂 无论大局着想 选择隐忍时的委屈 爱人去世时 无法挽留爱人的不舍与痛心 还是在被因为患病而痴呆的祖父 错任成父亲时的悲愤 李俊浩的哭戏 无一不哭紧观众们的心坎 更有观众觉得 他的表演仿佛让历史上的理算重生了 正如韩网热评所说 李俊浩的演技好到疯狂 无法被当作爱豆 看到这条热评 这一位新任师弟 居然是爱豆出身 而且他也是百想 自1965年创立以来 第一位爱豆出身的师弟 2006年 李俊浩参加了选秀节目 Superstars Vivo 他从65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获得冠军 签约经纪公司GYP 当时李俊浩既想成为演员 也想成为歌手 但在GYP的规划下 18岁的李俊浩 作为偶像组合2PM的成员出道 是组合的主唱和特技担当 从他出道的那一刻起 就梦想着能站上领奖台 这也让他收获了野心俊浩的绰号 这个梦想一直都是他事业上的原动力 身为特技担当 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视觉享受 他一遍遍的练习各种特技 可是很多时候 导播给他的镜头少之又少 在2010年的歌谣大赏上 李俊浩做了一个连转两次 跳得很高的空中翻 下了台后 他期待满满的想要看自己的空翻 呈现的怎么样 却被告知 摄影师根本没有把镜头给他 直到去年在综艺节目上聊到这件事 李俊浩顺口说了一句 希望拍到那个镜头的人 告诉我们哦 他才在粉丝的直拍里 看到这个他苦寻11年的镜头 努力总是不被看见 李俊浩也难免失落 但即使这样 他也仨没有松懈 反而是更加努力的练习 后来在一次练习中 他意外受了伤 头朝地摔下 右肩膀伤得非常严重 当时本应动手术 但为了不耽误组合的活动 他硬是靠着吃药应称 两年后 李俊浩实在是难忍疼痛 才去动了手术 手术后 他躺在病床上 趁着这段空闲 思考未来的路 到底该怎么走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 电影监视者们正在选角 其实在此之前 他一直都很想演戏 买和JYP不让 几年苦求无果 这一次他决定自己去争取 虽然第二天 虽然打着石膏 身体肿胀 但他依然去参加了选角面试 在电影里 他成功得到了一个 行动敏锐的 监视般精英的角色 作为新人 他虽然在电影里 只出现了9分钟 但2013年 监视者们播出后 他获得了 辅日电影奖的 最佳男新人提名 从那个没有镜头的 韩团成员 到第一次被电影奖的 专业品为肯定 他说 那是他真正的开始 他开始朝着自己 最初的目标 迈进 既当爱豆 也当演员 2015年 他和李炳宪 警告银合作 出演了 侠女 刀之技艺 有监视者们的演技水平 做保证 这一次 李俊浩出演的是男二 比武上出后的一气风发 和一中人 同睡一张床时的 不知所措 为了保全主人 宁可放弃 心爱之人时的 不舍与通信 他带给观众们 一位热血又忠心的 年轻剑客 到了2019年 他担任主演的悬疑 犯罪力电视剧 自白 虽没有大火 但也收获了好口碑 在豆瓣上的评分 高达8.5 他设演的是一名 为了证明 被控杀人罪的父亲 是无罪 而学习法律的律师 加上这个角色 是一个外柔内纲 患有心脏病的青年 其实演起来并不容易 但无论是心脏病 发作时的 无法忍受的疼痛 还是被服刑中 父亲拒绝探视时的 伤心和不解 李俊浩都将男主角 复杂的经历和感情 展现给了观众 当年就有不少网友 看出他在演艺 意图上的有天赋 在演艺之路 越走越远的同时 李俊浩也要兼顾 IDOL事业 为了要身体 能更好地支撑 自己的事业 他开始了健身 在里摆放着 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 宛如小型健身房 这些健身器材 跟着他 并没有像常人一样 变成晾衣架 他每天都要运动 一个半小时 每周六天 如果第二天有拍摄的 就会把运动时间 拉长到三个小时 除此之外 他对于自己 每天要练身体的 哪个部位 都有着清晰的规划 如此高强度的训练 练完之后 他吃的 居然只是一盘 简单的鸡胸肉 炒彩焦 但咱们也发现 他可以说是吃的 面露难色 虽然心里 想着炸鸡和年糕 也要将这一 无味的鸡胸肉 吞下去 这种日子 他已经坚持了两年多 有这样强大的 自我管理能力 好像 做什么都会成功的吧 虽然拿下 白想湿地后 很多人觉得 爱豆出生的李俊浩 拿湿地 属实是暴冷 是意外 爱豆出生的演员 大多会因为出生 被影视圈看不起 被认为不会演戏 李俊浩也大方承认 作为爱豆的固定形象 或者偏见 可能会跟着我一辈子 但我不会太在意 不管是什么出生 只要本人做得好 这些偏见 都会消失的吧 以前曾有粉丝 对李俊浩说 人气就会像轮回的四季 当时 人气不温不火的他 还小声嘀咕着 什么时候 撒到我的季节呀 现在 他的季节开始了 李俊浩 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 走花路吧